大家好 我是艾元璇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忌廷一只骑长477 生霞98 蝴蝶79 飞猎手30 潮汐152绝灵侠骑葬489 生霞99 蝴蝶83 飞猎手31 潮汐163 明朝一条龙1.0全收集 让悟生霞骑场乡宝箱飞猎手 潮汐自己戏双蝶蝴蝶 好 那我们这一批 先来到无仓储站 左边这一个锚点 这边我们来了以后回头 在这个箱子上面 这里有一个死去 点击死去 能拿到沾满血迹的照片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三张照片一共 好 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季廷遗址上方 这一个锚点 也就是绝灵侠下方 这一个锚点 好的 那过来之后 先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这边走 这里是一个解密 好 这边走过来 首先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看到 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个 这个东西 它有四个是红的 有两个是蓝色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 那个小赖的重物 和我们自己要踩在 对应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 好 我们回来 把它拿起来 好 对应的位置的话 就是 这里 然后以及 这里 踩一下 踩一下之后 上面那个 好 那第二次 第二次 一次 第二次就是那边 那边那一个了 那边那个形状是这样的 拿起这个重物 往右手边这里扔 右手边这里扔 然后我们再过去 拿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这一个空物 这给它捡起来 好 捡起来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扔在 扔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踩在 这边这里 好 这样里面的 这个门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 我们从这里进去 进去拿到这一个 引导金盒 拿到引导金盒 然后还有金益其他项 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我们出来 出来 然后我们第三次 第三次是 这边这个花 这个花坛 花坛的形状 我们要调成这个形状 好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我们对应的 这一个 这个是 紫色 就是 没有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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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个有 好 来踩一下 好 那边就会出现 一个灰光奇藏箱 好 逃过来 拿到这一个 灰光奇藏箱 有机会派上用场 好 那我们拿到 这一个奇藏箱之后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 正手箱 来开 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切完怪之后 拿到这个基准奇藏箱 拿到这一个奇藏箱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 南方向 西南方向地图 来讲 这边是第二个解密 这里跑过来的话 这边的怪全都要清掉 这边所有的怪都要清掉 好 那我们清完了怪之后 这边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里 这一个捡起来 捡起来走过来 这个 放到最左边 这个位置 好 然后是这边这个方形的 方形的放到右下 这个最下方这个位置 好 这一个捡起来 这个捡起来 然后我们放到这个 最右上角 这个位置 好 接下来是 这边 西南方向地图左大角 这个荆棘啊 这个荆棘啊 这个荆棘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的 西方向球左边 这边这里有个炸药包 捡起来炸药包 然后把旁边啊 南方向球下方啊 这边把荆棘烧一下 然后跑过去 跑过去啊 等荆棘一烧完 拿到这边的 空物 拿到这边这个方块 好 那拿到方块 然后我们再回去 这个方块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放到最上方 好 这样前方的门就打开了 然后进去 一个导光金河 引导金河啊 然后一个 金米其长相 小爱的收获 拿到之后我们出去 好 出来 出来 然后往我们的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走 从右手边可以爬的地方 爬上去 好 爬上来 西南方向地图左在角 这边走 走过来低头 跳下去 跳下去啊 在右手边啊 右手边跳起来之后 往我们的西方向 牛左边 这里 跳起来一个 溢碎的石头 砍碎 里面一个 朴素奇长相 紧其用 拿到这一个奇长相 我们再往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回去 好 这边是一个打怪的挑战 然后来做一下 好的 挑战完成 拿到这个基准想象 拿到这其长相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里是一个解密 好 这边来 好 我清一下怪吧 好 这解密是一个推箱子解密啊 我们走过来 走到箱子里 往东方向地图边 A一下 这里往左拐 A一下 走过来 左拐A一下 走过来 右拐A一下 再走过来 右拐A一下 这个比较简单啊 最后 给它A到 它 对应的位置 然后上去 拉 箱子 物无尽其 好 那拿到这个 精密奇长相 在我们的西拉方向 地图左在角 有一个 潮溪之仪 好 这里跳过去 好 来 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 切完怪之后 拿到潮溪之仪的 奖励 头牢之外 拿到这个奖励 打开 我们的地图 我们回到 绝灵峡下方 这个锚点 好 那回来之后 我们把四条 转到南方向 这路下方 这边往上走 这片草丛的背后 有一个 潮溪之仪 清一下怪 好 切完怪之后 拿到潮溪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 拿到奖励 在西南方向 地图左在角 这个墙壁 往上爬 好 趴上来 继续西南方向 地图左在角 这边有一波怪 好 来清一下 好 那我们 清完怪之后 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长相 好 拿到这一个奇长相 东南方向 地图左在角 往上走 这边是一个 扔炸药的一个挑战 好 戳一下 好 第三波 好的 挑战完成 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长相 拿到这个奇长相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 这边往上走 好 走上来 右拐 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边这里一波怪 我们来把这波怪 清一下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长相 有机会派上用场 拿到这个奇长相 再往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边往前走 前方这里 有一个平台 爬上这一个平台 爬上平台之后 我这边有两个 这个什么光点 交付一下 引导金河 好 这里出现一个 灰光奇长相 捡起来 物尽奇运 捡起来灰光奇长相 南方向 右下方 这边走过来 有个黄色的光标 这里点击挖掘 能挖到一个 精密奇长相 捡起来 这个是我们在 这里拿的照片 这里拿的照片 之后才会出现的 好 那现在 我们再往我们的 西北方向 地图短角边 跳下去 跳下来 好 在这个 平台的坑中间 前方这个坑中间 一颗神霞 拿到的 拿到神霞之后 南方向 地图下方 再跳下去 开锚点 好 好 那我们 开了锚点之后 往东方向 地图后边 这边进入到 这个房子里面 从前方的楼梯 往爬 好的 爬上来之后 把饰料转到我们的 南方向 地图下方 这边那个门 走过来 这旁边这里 有块电池 把这块电池 捡起来 给它塞进去 好 中得走进去 那在前方这里 这上面这个平台 这里有块电池 这里 听我讲两句啊 为什么我会换号 来录这一段呢 因为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那个号 这个位置有bug啊 有的 有的号 上来之后 在这位置 它没有电池啊 就缺一块 呃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反正刚才 录那个号就缺一块 这个号这个解密 已经做过了 已经做过了 然后我只是 给大家讲一下 是怎么做的啊 好 拿起来 这一块电池 我现在没有解决办法啊 因为 缺一块电池 我没办法 就被拿起来 走出来 好 走出来之后 往我们的西北方向 地图左腕角 这边跑过去 这里把它丢在 丢在 呃 装在 这个门上啊 这边两块电池 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我们再 往我们再回头 往东南方向 地图右腕角 这边跑过来 把这边这块电池 扣下来 扣下来之后啊 我们再 进入到这边的 这个门 进入到这个门里面 好 进来之后 进来之后 在我们左侧这里 有一个压力机关 把这个电池 丢到这个 底座上啊 然后在我们的 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里有一个 基准起烧箱 捡起来这个起烧箱 然后我们再回头 把这块电池捡起来 装到我们 西北方 西方向地图左边啊 这边转换一下 正负极 好 转换了之后 我们给它拿出来 变成红色了啊 现在我们走出来 好 那走出来之后 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跑过来 给它装到红色的 这一个底座 好 接下来我们再 回去再回到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抠下来一块 绿色的 好 然后再 回到东方向地图一边 给它装到这边 这一门打开 从这一门进去 这门进来 走上平台 右手边 在这位置有一个 精密奇糖箱 拿到这一个精密奇糖箱 拿到这一个奇糖箱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祭庭椅子下方 这一个锚链 好 当我们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往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走 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这里有一个 镇手箱 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基准枪箱 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奇糖箱 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好的 那我们这一批来到 绝灵峡下方 这一个锚点 那到这里之后 我们先往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前走 一直往前 这里 瀑布 跳下去 好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好 之外 拿到这个奖励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属玩角 抬头在这个平台上 有一只蝴蝶 从旁边爬一下 好的 好 过来 摸一下蝴蝶 然后跟着它走 一路给大家送过去 好 这里送到之后 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腕角 这边往前走 走过来 注意看我们右手边 这里有一波怪 来清一下 好 那我们清了怪之后 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请用 拿到这一个奖励之后 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 注意看我们右手边 这边有一条上坡的路 回头的上坡的路 好 那在这里 回头上坡的路 这边旁边有一只蝴蝶 来摸一下 跟着蝴蝶走 好 这边它会下去 我们跟着它跳下来 然后打开散意 往我们左手边看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边有这样几根柱子 砍一刀 第二根柱子砍一刀 好 然后这边这一个火球捡起来 烧一下金鸡 最后就跟柱子砍一刀 这边出现一个基准相像 捡起来 有些捡起来之后我们再回去 再回去 西南方向地图左边 再回来 回来摸蝴蝶 跟着蝴蝶走 好 这个蝴蝶送到位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长角 这边又是一个潮汐之仪 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头牢之外 拿到奖励之后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这边走 好 这里往上面 不要去左边这条路啊 直接往上走 好 在我们前方 现在这个关键点这里 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 这边一个潮汐之仪 我先来做这一个 好 那清完怪之后 我们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我排场用场 拿到这一个奖励 我们再把石条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偏南一点 地图的左边偏下一点 西南方向地图左大角这边跑过来 这里有一圈青芬草 然后给它全都捡起来 就会出现一个朴素其他项 不紧其用 捡起这个其他项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大角 有一个石头 石头的左边 这边拿起这个空物 然后把这个石头扎开 好 里面是一只怪 我们把这只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了怪 然后再会出现一个 基准石头 像拿到它 还用它 拿到之后 西南方向地图左大角 这边这一个蝴蝶 把这个蝴蝶送回去 好 那这个蝴蝶送过来之后 这一个潮汐之仪的据解锁了 我进去 我们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 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这边 这里我们要爬上去 好 那从 腹部旁边 这一处 这一处往上爬 这里也要好爬一些 好 直接爬到顶 好 爬到顶部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 东方向 东方向地图一遍 这边往前走 那前方这里有个平台 这里我们从这里跳过去 跳到平台上 这里把这只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掉怪之后 这个柱子砍一刀 这柱子砍一刀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西准其他箱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其他箱 旁边的这一个装置 点击激活 好 这边会出现钩子 我们跟着钩子勾两下 好 然后再往北方向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这个平台 这里飞过来 旁边拿起这一个炸药包 炸一下这个荆棘 好 然后从荆棘的这棵树干 这棵树干这里往上爬 这里上去 上到上方这个平台 好 来 A一下这边那个柱子 这样又出现一个 几准其他箱 过来拿到它 酬劳 拿到这个其他箱 再点击激活 这里钩子 这里钩子勾过来 勾过来 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好 在对面 对面那里有一个平台 平台的边缘 有一个钩子 我们飞过来 跟着钩子勾过来 好 那勾过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打怪的 靠近之后都会出现 把怪清一下 好 那我们来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砍一刀柱子 这边又出现一个 基准其他箱 开启这个基准其他箱 会排相用 那现在我们先往东北方向 地图上角这边过去 对面的这一个 潮汐之遗一先给它打了 好 来打一下 好 那我们打掉 潮汐之遗一的怪 打掉怪之后 来拿到潮汐之遗的奖励 拿到之后 我们再回头 西南方向地图爪角 这边回到刚才这个平台上 好 过来 装置这里 点击激活 好 那这里我们再跟着 勾子勾过来 好 勾过来之后 这一次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 在对面有一只怪 直接我们飞过去 在怪在那个平台旁边 有一个勾子 勾过来 好 把这一只怪清掉 好 那清这只怪的话 觉得是为了 不让它打扰我们 我们现在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个树根 这里爬上去 上来平台 好 那这里的话 是一个底座 我们站上底座 站上底座 旁边这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呃 这个叫什么 重物 控物 捡起来这个控物 然后看到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 这里的话 不能 不能瞄准 自己 凭感觉 然后给它扔出去 扔到 扔到那个位置 好 扔过去 它被墙挡住就会停在那里 然后压住之后 这边出现第二个平台 第二个平台我们同样 再来 扔一下 诶 又歪了 好 第二个平台压住 那第三个平台它是会 好 这样 它是会动的啊 这里等待 它的堵住的那边墙 出现在我们面前 要消失的时候啊 好 就差不多这个之后 好吧 再重来一次 好 差不多这个时候 丢出去 好 这样就压住了 压住之后 这边那个柱子就解锁了 那我们现在抬一刀住着 好 这里又出现一个基准旗长箱 拿到它 拿到这个箱子 前方的庄子点滴激活 跟着勾着 来到中间蓝色平台 蓝色平台的中间 封场 跟着封场往上飞 好 然后在东北方向 低头右上角 这边上来 上来拿着一个灰光旗长箱 有机会排行 好的 拿到这个灰光旗长箱 再往东方向低头一边 这里过去开猫点啊 就在对面的这个山上 就在这上面 这边锚点是要做一个 那个叫什么 好 那这个锚点的话 我们要去找一个试炎碟 试炎碟的话就在 我们脚底下的平台下方 这里跳下来 好 然后回头 这边拿到试炎碟 然后给它带上去啊 直接勾着 直接那个 勾索勾上来也可以啊 好 这边我们过来 点击激活这个锚点 好 那开到锚点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来到 绝灵峡下方 这个锚点还是这个锚点 好 来了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地图右上角 这边这里有一个 河豚挑战 好 来开启 不要撞到这个 枯树桩 可以选择绕啊 也可以选择空格 空格的话就是起飞 这里要飞过来 好 这边来到终点 拿到这个精密奇长箱 酬勞之后 拿到这个奇长箱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里一个潮溪之仪 好 来勾怪 好 那我们牵到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潮溪之仪的奖励 好 来勾怪 好 那我们牵到怪之后来拿到这个潮溪之仪的奖励 地图左上角 这边往前走 再前方路上 好 这边路上啊 这里是一个 这个什么 甲壳虫的 潮溪之仪 打一下怪 好 打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溪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再继续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 好 这边 又是一个潮溪之仪 来清一下怪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溪之仪的奖励 有机会拿到这个奖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有一个飞猎手 这边突袭一下 好 那拿到这个飞猎手 这里如果你的飞猎手不在 是不是你刚才打怪的时候 把它 呃 勾引走了啊 然后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再回来看看啊 好 拿到飞猎手的 拿到飞猎手之后 我们再把飞猎转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往前走 好 在这边又是一个潮溪之仪的 打怪 好 过来我们把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溪之仪的奖励 拿到之后再往东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往前走 这里又是一个潮溪之仪 来清一下怪 好 在清完怪来拿到潮溪之仪的奖励 头牢之外的收获 拿到奖励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走 好 在前面有一个平台 直接飞到对方 前面这个平台 这边是一个正手箱 好 来把这一波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啊 这个箱子在一个房子里面 既然拿到这个基准池塘箱 无尽其用 拿到之后先出来 出来之后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角这边 桥上 桥上走 这边是有一只 蝴蝶 来摸一下 好的 蝴蝶送过来 顺手开锚点 好 这里我们开了锚点之后 现在我们要去到 东北方向地图串角里面的肩上 稍微绕一下 往肩上走 好 这边要把这三只怪清掉 好 那我们清完怪之后 这一个炸药包就解锁了 拿起炸药包 把塔上的 荆棘给它炸了 炸了之后我们再爬上 爬上这个塔 再从塔这里挽爬 这边这里有一个 解密电路 好 这里来联通一下电路 好 那这边对话过后 我们直接爬到这个塔的塔顶 有一颗生霞 好的 拿到生霞之后 拿到生霞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传送 传送到龙山 龙山渡这一个猫点 好 传送过来 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过来 前方这里 有一个黄色的光标 这里点击 点击调查 出现一个基准磁砂箱 捡起来 要快排枪用 捡起来之后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走到悬崖边 低头 直接跳下去 下面一个正手箱 好的 那我们来清一家怪 好 那我们清到怪之后 来拿到这个基准磁砂箱 拿到这个箱子 那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 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